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我们来看影片了 他是一个魔法学校 然后他是贵族那个女主角 然后他们因为其实他的魔法能力 一直都只有爆破的能力 都没有办法做其他的魔法 然后就被称之为灵之灵 灵就是没有任何的贡献的灵 这个意思 所以在课堂上会搞破坏 接着他们要召唤出他们的死魔的仪式 总之他就成为他的死魔 而且赋予了一些奇怪的超能力 所以他有时候会变得很厉害 然后他第二集就因为 跟其中就是跟那个基修 跟他起冲突 后来用了一些特殊的能力把基修打败 可是他自己也受伤 他就是成为那个路易斯的死魔 其实就是仆人 然后做了很多事情这样子 好了 他该看到的角色应该都出现了 那我们就看到这里 结论就是 某属性 我们在这个作品里面 的确看到了非常多的某属性 而且大家都有名称可以讲 对不对 无口、傲娇、眼镜 还有什么 聚乳、贫乳 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某属性 而且这些某属性 你还是可以在其他作品里头都同样发现 有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对不对 比如说你在这一部里头 你喜欢傲娇的女主角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你喜欢傲娇呢 然后你在别处里头又看到傲娇的女主角 你是不是也会喜欢呢 会这样子吗 有一定的规则吗 还是说你喜欢欲姐 然后所以你在其他作品 你都是去看到的作品当中 你都会喜欢年纪比较大的女孩子 这个其实你们可以去慢慢探索 就是你们也许有人会有固定的这些嗜好 我们会讲是姓辟 就是取向 会有这样的取向 可是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同样蒙点的角色 你都会喜欢上 比如说你喜欢傲娇 可是你可能只喜欢林芝石膜里面的傲娇 可是你看到别处的傲娇 可能没有那么喜欢 可是某一天又有别的傲娇出现了 你可能又喜欢上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种不确定的情况 总之这是某属性 它引发的我们的一种身体反应的一个特性 就是它是一个不确定性的 因为你的反应是很直觉的 你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虽然你可能会对某些属性比较执着 所以对 没有一定的规则 再来是 我们讲到男性特质 对 刚刚的那个男主角的描述当中 你其实会发现这个男主角 其实是一个非典型的男主角 这个其实也跟美少女游戏的发展 以及到某戏动漫的发展 然后出现这些后宫类型的男主角的 这样子的情况来看 跟过去的作品比较起来 其实的确会有很明显的不一样 那这里是用色情漫画跟美少女游戏作比较 因为都是十八镜的作品 可是在这样子的十八镜作品当中 过去的色情漫画 其实很多很多都是直接从现在线 这种现实社会里头父权支配的关系 就是指说男尊女卑 然后男生永远都是去摆弄女生的身体 把她物化 然后女生完全没有抵抗能力的 这样子的支配关系 可是美少女电玩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如果是你去看美少女游戏的话 你会发现玩家和女主角们的关系 虽然有很多种不同的关系 因为你可能有公约不同的对象 可是大部分的情况还是会 比较属于跟主流社会所要求的这种男强女弱 或男尊女卑的关系背道而驰 因为美少女游戏的玩法是 你要去攻略女生 你不可能用强的 你用强硬的通常都会失败 你一定要是同理这个女生 然后去了解这个女生 然后对她做一些体贴的事情 然后让她感动 她还可能会跟你在一起之类的 所以这个其实是另外一种对男性的要求 那这个男女关系 互动的关系就会开始有一些不一样 就是在美少女游戏或者是萌戏漫画里头 那特征一就是 通常就会变成是男生要默默的守护女主角 OK 像我们刚刚讲的灵之始魔 它其实也算是守护型的 那特征二就是有暧昧感 并非一见钟情 然后而且而是日久深情 温热的、青涩的、害羞的、暧昧感 所以灵之始魔从头到尾 几乎都是这样子的关系 就是他们有时候会是互相吵架 可是当真的要讲感情的时候 就是非常的暧昧 那好 那再来就是对傲娇角色的喜爱 为什么会喜欢傲娇呢? 傲娇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 傲娇是一种女生 这个女主角看起来就是一个 非常的骄傲的女生 对不对?表面上一直都是很骄傲的女生 而且是很强势 这叫傲娇 傲,还没有骄 骄是指说 他可能当他面对喜欢的对象的时候 突然会出现骄羞的那一刹那 叫做骄 可是大部分时间是傲 所以他的那个傲呢 是指说他就是女主角的确 就会变得比较强势 然后呈现出跟传统的少女漫画 或者是其实少女漫画也是 男强女弱的这个形象是完全相反的 这个是对于萌细漫画或美少女游戏的角色的一个几个分析 那不过呢,这里还有另外一种分析比较特殊就是 他以美少女游戏这个媒介来看主动跟被动的关系 这很有趣就是 这些玩家,美少女玩家 他虽然是操作着电脑或游戏系统 让游戏前进 可是你知道玩那个游戏 你就是不断的按下一步 下一步下一步 所以他事实上另外一方面又是处于被动的主体位置 或者是顺着剧情走 然后或者他必须要去同理女主角的感受 这种其实是被认为是一种被动的去主体性的特质 然后在传统上被认为是阴柔而非阳刚的特质 就是其实你是受游戏控制的这样子的感受 是一个被动比较去主体性的 那再来就是另外一种分析在讲男强女弱的部分 就是完美少女游戏其实我们之前应该有提到 就是面对所谓的爱情跟面包的这样子的现实情况的时候 他通常就是可以不用去考量面包 然后你只要去着重他的爱情的部分 是一个去现实的浪漫的要素 那可是他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新的建构男女关系的可能性 因为我们刚刚有强调嘛 主流社会要求男强女弱这种异性恋关系 男性会被赋予经济能力 社会地位学历然后身高等等 这些展现主流霸权式的阳刚特质的要求 而选择二次元少女为恋爱对象的otaku 却不是这样子 因为通常这些otaku呢 他可能是在主流的社会里头 是比较没有办法去展现这样子的 经济能力或社会地位的主流的阳刚特质的要求 所以他的那个展现的方式会是另类的 然后这个另类的他有可能是男强女弱 或者是女强男弱或者是其他的各种方式的呈现 是另外一种可以去重新建构的一个方式 好,再来就是这个衍生的议题 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谈到loveplus这个游戏 他是恋爱模拟游戏 就是你可以跟这个机器建立一个爱情的关系 然后你可以让他陪伴着你去干嘛干嘛的 整天都在你身边 然后你需要跟他谈话的时候 你就把他电玩打开来这样子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一个人与非人类的互动 而且他可以有一些功能 可以造成是公开的社交活动 甚至可以举办婚礼嘛 然后还有情感的慰藉、身体的接触 身体的接触是真的有 因为这个DS啊 后来就创造出所谓的触控系统嘛 你可以去触控他 然后你可以去亲吻他 你可以跟他 对,就是跟那个面板 做一些接触 然后他又就会有反应 对,好像连讲声音或者是吹气 好像都会有反应这样子 就反正这种触控系统到后来 也被设计到很多美少女游戏里头去 就是对,变成抚摸系统之类的 那这都是一种透过机器 可以达成社会互动 或者是陪伴关系的一种 就是一种关系 然后这个关系 companionship 他其实已经变成是可以取代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 就是人现在不一定要跟另外一个人 才能够有所谓的陪伴关系 其实你也可以想像宠物嘛 宠物也是一种非人的陪伴关系 我不需要靠别人 我只要靠我的宠物 或者是靠我的机器 我就可以得到一些感情上 心灵上的慰藉 甚至是情欲上的满足都可能做得到 所以我们可能未来人类不再需要其他人的存在 之类的 这是一种科技会影响我们人类行为跟人类互动的 跟人类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例子 其实像这种例子在早期就已经有一些了 只是他可能没有到影响的很大 可是其实你看像电子机 然后口袋怪兽就是神奇宝贝 这种可细带的观念 然后还有手机吊饰 这些其实都是一种companionship的关系 陪伴关系 因为这个东西 你喜欢这个东西 你可以随时把它拿出来 然后可以看到它 你就会感到慰藉 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 怎么讲 好啦 譬如说我现在 我今天 我现在特地把这个拿出来就是 有人看得出来这是什么吗? 《思业妹妹》 对 《思业妹妹》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品 然后这个《思业妹妹》是一个非常疗愈的作品 就是你看到他 不管大人小孩 我就看到他 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纯真 然后 而且因为你 他等于是一个小孩子 然后天真纯洁的一种想法 就是看到他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很萌 很可爱 那个萌不是心意上的 而是一种可爱的萌 然后 我以前在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看了这个《思业妹妹》 我家里还有更多 就是看到他 其实我真的会觉得我的心灵上被整个疗愈了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陪伴关系的一个例子 那角色抱枕当然也是 那机器人、生化人或Cyborg 这个是我们可能以后会发展出来的 那在很多的动画当中也都已经出现了这样子的想像 所以都可能会出现 所以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其实已经开始可以被取代了 好 这个是我们之前跳过没有特别谈的 可是我就要把它特别拿出来讲 因为虽然它跟性别没有直接的关系 可是事实上你还是可以去从它分析到说 男性相跟女性相的作品 目前的这个故事消费论跟资料库消费论的一个倾向到底是怎么样 在讲资料库消费的之前 在更早的时候有一个日本的评论家 他指出大总音质 他提出的概念是故事消费 日文是写物语、消费论 1989年提出来的 那这个大概是在讲说对于大叙事的渴求 就是一般人会想要渴求某一种大叙事 用这个大叙事来解释所有的现象之类的 他想要有一个这样子完整的说法的一种心理 然后可是现代现实中大叙事凋零 其实他是指说这个社会其实步入一种后现代社会 那这个后现代社会其实已经有各家有各家的说法 并没有什么说法是可以解释所有现象的 所以叫做大叙事的凋零 所以只好以虚构的故事集合来填满 那这里我们来讲一下好了 大叙事就是我们所知的世界需要用大一统的理论来说明解释 然后例如这个进步的历史史观 就是认为我们这个历史是永远不断在进步的 所以十年前跟十年后的这个是指一个进步的概念 可是事实上我们的历史不一定是永远进步的 并不是比较先进的,比较前面的就比较进步 也不是说西方就比其他非西方的国家要进步 并不是这样子 好,那总之还有其他的像是理性主义 然后科学至上 这些都是现代的主流知识观 那再来就是后现代其实就是在批评这些大叙事 而且这些大叙事呢 会使得很多小众的声音消失 因为他只会觉得什么东西才是有价值的 什么声音才是最好的 那其他东西都会被掩盖住 所以这种小众的声音就会消失 那所以后现代主义者呢 会更强调的是差异多元跟不确定性 就像我们以前在讲一些理论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是用西方的理论 然后认为西方理论发展出来的东西 是可以解除所有的世界 可是呢 现在会有更多的理论 会去强调所谓的后殖民 那后殖民指的就是会去把第三世界国家 这些我们认为是比较落后的国家 他们的所处的地位 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处的地位 他们所会遭遇的事情的想法 把他们特别的拿出来谈 那所以这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大的趋势 就是大的一个原则是这个样子 强调差异跟多元 大叙事如何运用在动漫作品呢 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诠释 就是相信作品的诠释方式只有一种 这就是所谓的大叙事 在动漫当中的大叙事 那作品的世界观是唯一的 需要读者去搜寻去追寻的 那这个例子呢 最常被学者文化评论家拿来用的例子 就在这里 就是钢弹 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世界观 对不对 有人有看过吧 那这个世界观呢 它虽然有分很多部 很多不一样的时代 可是这是一整个世界观 然后所以很多的读者或者是粉丝 他们就会是想要把这些钢弹里面的世界观 透过各种作品的 所有作品的观看 然后把它们集合在一起 把它诠释得更完整 可是 讲的不一样的就是 到了后现代社会的时候 变成资料库消费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例子叫做 EVA EVA的背景 的确它有一个大的世界观 可是不是 它不是一个 它可能有很多的大的世界观 因为它的作品有不一样的系列 它的漫画作品跟它的 电视作品 然后跟它的电影的作品 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平行世界 因为它们并不是处在一个大一统的世界里头 那每个人 而且它就是 同样是安野秀明好了 安野秀明在剧场版里面的诠释 跟在动画版里面的诠释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它这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多元的世界观 这个多元的世界观 其实就是一个后现代社会的 多种理论多种声音的一个代表 而且粉丝怎么去诠释 也是可以被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世界观 因为粉丝的诠释可能是又不一样了 那这些粉丝的诠释到最后也可能会出现一些成品出来 所以在后现代社会里面 已经没有所谓的是绝对官方了 OK 因为有很多是二创 然后二创后来也可能变成官方的这样的情况很多 好 那冬浩记呢 他在2001年的时候提出了资料库消费论 这个的重点其实是在讲蒙元素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灵芝石魔里面的这些角色蒙 蒙元素 这些东西 它其实可以被 它被认为说是可以把它集合成一个资料库 有一个资料库可以随时供人去取用 好 那一个基本的背景就是啊 他认为生长在后现代社会里头的新世代 一开始便是将世界认之为资料库 不再认为有那个有必要去看穿整体世界追求大叙事的这样子的必要 其实对你们来讲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世代 因为外界世界有这么多种不同的解释方式 这么多种的讯息的来源 我觉得对你们来讲已经很习惯了 习以为常了 那你们其实就当你们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 要去找这些讯息是非常容易 而且你们会用你们自己的方式去过滤 所以呈现的是多元各种不一样的声音 好 那可是在这样的资料库的一个社会当中 就会变成着重的是片段而不是故事整体 那就像是动画里头 我们现在的动画其实着重的就是萌元素 大于故事整体 故事整体指的就是故事消费嘛 那萌元素的这个消费就是资料库消费 近期有更多更明显的例子就是像是love life 或者是见娘或者是刀剑乱舞 OK 为什么会举这些例子 他的故事重要吗 不重要对不对 他重要的是他的角色设定 对不对 那其实事实上在整个背后的这个love life的产生的计划当中 他是一个很大型的计划 这个计划呢 其实他一开始他们一开始的设定就是 我就是要做角色设定 他没有故事 然后用这些角色然后来音乐嘛卖音乐 然后后来要出动画的时候才开始去想说这个故事可能是放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 然后才开始有故事 而这个故事呢他们之所以会出现有一些些 算有一些些吧百合情节的考量 其实也是因为他们觉得异性恋的浪漫案比较无聊 百合比较好迈 现在很多萌细的动画也都是百合的类型嘛 就是很多女角 然后里面的女生跟女生的情谊特别被强调的这样子的情况呢 反而是更好迈 所以LOVE5是这样慢慢的就是衍生出来有这样子多种的有多媒体 然后也包括有动画这样子的呈现 所以 嗯 对 那再来就是 所以这个例子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资料库消费 以角色设定为主的一个情况 而且所谓的为主呢 就是他某元素或某角色已经不再是只是调味料 就是对我们有一个作者是这么讲的 就是不再是调味料 而是一个所谓的主食 我就是要吃这些某元素 我不想要去讲其他的东西 我就是要吃某元素 那这个就跟我们的科技啦 造成我们对于声光或者是影音等等的这些很直接的刺激我们的感官是很有关系的 所以他说动画记就指出说 其实这是因为我们的现在的社会的新世代 其实是一个比较重感官的动物化的人类 对 好 对于萌系的作品或者是萌的产品 在动漫文化里头之所以会这么的发达 其实是2000年之后比较明显的一个情况一个发展 那这个发展呢就会有一些日本学者想要去探讨 这个探讨其实有一些你可以去赞成也可以去引用 可是还是有一些会有问题的 比如说这一个日本的经济学家 生永浊郎 他的说法是说日本的社会因为经济泡沫化之后 然后所谓的终生职的职业不在 所以在那个现实的婚姻市场或者是求偶的或者是男女的这种关系的选择的时候 就会变得非常的现实 那有一群这样子在这里面失败的人叫做Modernai Otoko 就是没有固定职业 然后没有家产等等的这样子的男生 在婚姻市场上失败交不到女朋友 所以他们只能够寻求二次元的东西去满足他们的情欲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萌的东西出现 而这些萌的东西当然就是直接去满足这些Modernai Otoko的情欲 那这样子的说法其实当然会有很多问题 就是玉宅族或者是喜欢萌细动画的人不一定都是没有女朋友的 那甚至也有一些是女生 所以他的这个理论其实有很大很大的问题 对,在这个宅宅的阿宅或者是妇女的社群里头 其实并不完全就是这个经济学家所讲的 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是有什么什么问题 所以才会喜欢这个动漫的东西 所以这个问题当然就是有各式各样的回答 我们可以去回应 另外一个是在讲精神分析 日本的精神科医师齋藤环 他在2000年的时候出版一本书 叫做《战斗美少女的精神分析》 那里面有一个部分 特别去讲宅男跟妇女的人格发展过程当中 造成他们什么样的差异 他是用精神分析的理论去 去含战斗美少女的性别差异 那当然这理论的东西 我觉得有人可以去赞同 可是我自己会比较存疑 就是不一定就是他讲的这样 那这个精神分析理论主要是指说 弗利德跟拉康的理论 那他们的理论是在讲说 男女,特别是一心念的男女的性欲望对象的差异之由来 这是讲这个精神分析理论 那男生男孩子啊 他一开始小时候长大的时候 其实应该是从婴儿就开始有这样子的区别 当他发现他跟母亲不一样 然后发现母亲没有阴京 可是他依恋,一开始他依恋的是母亲 他喜欢母亲 因为母亲是跟他最亲近的 女孩子也是这样 那可是他后来发现母亲没有阴京 而且母亲是属于他父亲的 父亲代表是一种权威 那这个父亲呢 这个权威有可能会威胁到他 所以他会害怕阉割 害怕被阉割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跟母亲的亲密关系被迫砍断 因为有父亲的存在 所以呢,他就会有一个终生 永远不断的在追寻的这个Laking 这个Laking就是因为 他会跟母亲之间的连结被砍断 所缺乏的东西叫做Laking 所以他终生都会欲求这个Laking 所以他的欲望的对象就是去 会跟这个Laking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他后来在可能长大之后 就会在现实生活里头找女友 而这个女友其实就是要去取代 跟母亲的 他一开始小时候所一直在追求的 这一个连结 亲密的连结 那女孩子 女孩子一开始 并没有跟母亲有被迫很直接的连结 那 但是又因为女孩子 他其实又会有所谓的阴晶亲线 因为他发现母亲是拥有 父亲是拥有母亲的 父亲是可以拥有母亲的 所以他会觉得父亲很好 因为他一直很喜欢母亲嘛 所以他想要像父亲一样 能够拥有母亲 可是他又发现他没有阴晶 所以就会变成倾向于崇拜阳聚 就是父亲的代表是阳聚 那 可是因为本身又没有 所以他只好放弃 而且变成 他变成跟母亲一样 只能改为 成为那个欲望对象 就是成为母亲 这个是精神分析的一个很简单的解释方式 可是事实上 从这样子的 男女 小孩的 性格的发展过程 他们就可以去解释说 所以呢 男生 会认为说 feel desires for the lack of the object 就是他会对于 这个物体 object就是物体嘛 一个课题 会有这个欲望的产生 然后 可是女生是会对这个物体本身 会变成想要成为这个物体本身 那所以 蒙对男性育宰族而言 他就解释到这个 男性宅男跟妇女的差异 也就是女生跟男生的差异 会变成是这样 就是 蒙对男性育宰族而言 是一种恋悟癖的欲望 要去拥有 要去拥有这个object 这个物体 然后蒙对女性的育宰族来讲 就是其实就是fejoshi的意思 就会变成说 他要成为那个物件 那妇女之所以 如果说是妇女要成为那个物件 其实也还是有点难以去想象 其实他后来还有衍生的一个部分 就是对男性育宰族而言 蒙就是一个对某个角色的蒙 所以男生很常会说 我蒙谁 主要的他会主动的去追求 去拥有这个角色 那对妇女来讲 蒙变成是一种未知的蒙 就是他不是直接的说 我拥有谁 我想要拥有谁 OK 他会变成是 他关心的是角色之间的关系 然后被动的 想要去成为认同那个欲望对象 那因为本身是没有主体性的 就是女生 他们认为说 女生其实是没有主体性的 然后所以他才可以随时都去取代某一个位置 可以随时代入某一个对象 所以当女生在看这个BL的时候 他就会认为说 因为女性本身并没有主体存在 所以他可以随时代入 他可以是一个以神至角的方式去看别人的蒙 别人的关系 他也可以随时代入比如说兽的关系 然后或者是他随时代入公的关系 不过这个代入公的关系 这个东西会有更多有趣的讲法出现 不过这个是我们后面才会讲的东西 所以用这个理论就会有人去解释说 男性育宅族的蒙跟女性辅女的蒙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所以女生为什么会喜欢这个BL是因为他们关心的是角色的关系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好 还是把这个过渡课题讲完 过渡课题指的也是用所谓的精神分析的理论去代替 而且他指的是他要谈的是男性育宅族对于蒙角色的这些产品的沉迷 把他们当作是一种迷恋的对象 其实是一种恋物癖 恋物癖 就是下面的这个对某一种物品的喜爱的嗜好 这种偏好称为恋物癖 那这个他认为是一种过渡课题的概念 精神分析学家Donald Windecott 他是指出这个理论是认为因而会依赖着某种物件 不过这应该更早的时候是讲说婴儿一开始依赖的是母亲 对不对 然后当母亲他必须要脱离母亲的时候 他有时候就会用母亲的像乳房的东西是什么 奶嘴 所以他一开始可能就会用奶嘴来代替母亲的乳房 然后会依赖奶嘴 那到后来变成依赖大拇指 然后可能后来就改成teddy bear 或者是毯子 然后这些东西呢 就会让他有一种安心感 其实小孩子很常会这样子 就是我到处一定要抱着娃娃我才能够入睡 的这样子的想法 其实就是跟这样子的依赖有关 那这个过程其实取代的就是所谓婴儿跟母亲之间的亲密连结 而这个过程呢 可能在你的成长的某一个艰难当中 你可能就会过了 你就会成功的度过了这个过程 然后转移成别的东西 转移成什么 你可能不再需要物件 而是你在现实生活中 你可能会去找别的女人 来取代你跟母亲的亲密关系 那摘成环认为这个蒙角色 就是一种男性的欲宰族的欲望对象 来取代原生的欲望 就是取代对母亲的这种亲密关系的连结的欲望 所以他就发展出所谓的恋悟式的癖好 那这个就是 对啊 你可以去用这种方式来连结所谓的恋悟癖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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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